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只有我一個 我要告訴大家一個真人真事 大家要引以為戒 這件事發生在我很熟悉的前輩朋友身上 他比我年紀大 他不是住在香港 他住在另一個地方 這樣就算了 也不要說哪個地方 免得猜到他是誰 但他經常回來香港 探望我們 大家吃飯 很開心 話說應該是三個月前 他回到香港吃飯 見到很多朋友 過兩天就回去 他坐的士回自己香港的家 的士一轉 另一輛車 攔腰 撞的士 他坐在這個位置 的士 撞過來 這樣 玻璃碎了 哇 立刻 全身血 玻璃整頭都是 送到醫院 一來年紀大 大家聽到很害怕 送到醫院 要撿傷了整頭玻璃 耳朵 全都損 他拍照給我看 很害怕 但是最重要 大家馬上說 快點檢查 醫院也會檢查 檢查他的腦 他本來要回去 他在另一個地方 家鄉 他也不走 留在香港 每天要洗傷口 檢查完 再檢查一次 沒事 便飛回去 飛回去自己的家 他已經醒目 即是由發生意外 到回到他自己異地的家 大概 過幾個星期 他也不走 即是他的家人 先檢查一次 由頭檢查一次 又照顧腦 沒事 唉 安樂安樂 如常日子過 真是撞車傘 大家問候他 如是者 大概過了兩個多月 我有一天 跟他熟悉的朋友 吃飯 我熟悉的朋友 問你知不知道 是誰 在那邊 進入了深刺治療部 我說 我不知道 甚麼事 他說 腦子突然 驗到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你再不走進我這間醫院 你可能下一分鐘便爆爆 為甚麼 他說 你自己問他 他現在出來沒事 於是 我馬上打給他 他沒有回覆我 然後 我生氣 怎麼這麼熟悉 不回覆人 他跟著 竟然是飛回來香港 蛤 你做甚麼 你好好休息 但他是一個 不停的老人家 於是他們親口 在那邊發生的事 這件事 這是重要的兩點 大家要引以為戒 以及記住 記住 你不要以為幾個星期 或者一段時間之前 你撐傷一下 然後照過 沒事 你就當沒事 他就當了沒事 好 當了沒事之後 坐完車 驗完之後 覺得沒事 驗了也沒事 回到大約兩個月 有一天 他便發覺 為甚麼很穩 不夠睡 有很多事在想 然後 他便喜歡寫著 寫著 忽然間 成為 突然所有字 歪了 是斜 突然多了一尾 甚麼鬼 手不聽話 都沒有在意 這段時間很累 他會自己自己想 她說這陣子真的很累 然後在甚麼地方 她家裏 這些是她家裏其他親人 她至親的人未有發覺 因為她暈暈的 我先休息一下 就以為沒事 如是者以為沒事 發生了兩個星期 她都以為沒事 直至兩個星期左右 她走路應該是這樣走 她突然這樣走 突然是碎步和煉步 本來現在是這樣走 突然整個人這樣走 看到不對勁 為何會這樣 而她不覺 最大落她不覺 是嗎 沒有了 立刻帶她去看醫生 做家庭醫生 家庭醫生一聽到 三件事你記得我剛才說 頭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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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字尾 和走路 腳軟 她的腳軟 家庭醫生 第一時間馬上去醫院 現在立刻要去醫院 接著一照 就是百分之九十九 血管原來已經有血塊 在腦中 在腦中 她那時才知道 哎呀 醫生就告訴她 為何要立刻去醫院 就是你一說這三個症狀 就是你的腦 血管有事 經過撞擊之後的後遺症 而會出現很危險的情況 而她是忘記了曾經 是的 我兩個月前遇過 即是很厲害 她感染過沒事 但在三四個月後 她才慢慢出現這種 這麼危險的後遺症 她進去生肢治療 做這件事 醫生告訴她 你再遲一天來 就爆了 是危險到這樣 根據蛋哥所說 她的朋友 一位長者 曾經受到交通意外 接著需要做一個 頭部的手術的話 最大機會 應該是出現了一個 慢性牙膜底積血 所謂慢性牙膜底積血 就是有一些血水 積聚在頭骨和腦中間 我們叫牙膜底的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 其實在長者裡面 是很常見的 因為腦有時候會萎縮了 不用很嚴重的萎縮 輕輕有少許萎縮也好 它跟頭骨中間的虛位 就會比較大 而那個虛位那裡 其實有很多血管 有時候長者可能有些 輕微的創傷 不是說一定是頭部創傷 很多長者可能 甚至乎是 起床的時候 不小心撞一撞 或者等一躺在地上 可能她自己都不記得 撞傷那個頭 但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有機會有些 瘀血出現了 特別是如果長者 有吃一些藥物 例如一些抗血小斑藥 薄血藥 或者某一些中成藥 都有機會 令到這些乳血吸收 變得困難 反而會積聚更多的血水 這樣的情況 那些血水越積越厚 就會壓住了腦 導致蛋糕形容的病症 頭暈 半身沒有力 寫字歪歪斜斜 走路不穩陣 甚至乎有些長者 可能一些記性會差了 反應慢了 這樣的樣子 通常這些 癌磨底積血 是創傷之後 大概四至六個星期 會形成的 所以大哥那個個案 其實有機會 交通意外 做了很多檢查 然後都沒事 回到家裡 其實可能因為一些 很輕微的意外 很輕微的創傷 然後導致了積血 她自己都不在意 然後才發現了 原來出現癌磨底積血的問題 令到腦壓上升 出現了很多病徵 所以需要做手術 好了 我徵求得她同意說這件事 我說了 我沒有要說這件事 因為我為何要說這件事出來 我真的想大家很理解 當然大家好人好者 不需要聽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有幾件事 我們要學習我朋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一件事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先不要說 這些那麼嚴重的意外 交通意外 大家遇過一些意外 以為好時 我都希望大家一直保持 要看自己 起碼半年 去看自己 有沒有一些 平常沒有發生的情況 就像我這個朋友那樣 這三件事 醫生就說明了 你們也可以問問問自己的病悉醫生朋友 這三件事 頭暈 撞擊過之後 頭暈 然後寫字 歪歪歪稱 還有腳軟 還有行路 突然無力 要很細步行動 他說這三個是很顯著的一種徵座 有時你真的不記得 我朋友真的說 我完全沒有記憶 是關於撞車的事 我以為我累 以為我寫得太多 這幾天應酬多 他不會想 我要立即去看醫生 沒有 以為過兩天就沒事 就過了兩個星期 過了兩個星期 過了兩個星期就只差一天 幸好他進入了 立即做了 其實在這裡想特別提醒所有長者 如果你們生活上 未必一定是好像有交通意外那麼嚴重 一些輕微的意外 輕微的創傷 都可以導致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長者自己如果有病徵 千萬不要為疾忌醫 一定要盡早求醫 家人也要留意 家裡長者如果出現了一些 頭暈頭痛 暴力不穩 反應遲緩 接著一些平時做事做不到的情況 都要盡快去檢查 因為未必一定是一些 老人癡呆 或者一些退化性的問題 未必是 要搞清楚究竟是甚麼問題 導致長者出現病徵 還未說完 還未說完 出了ICU 進入她的病房 包著頭 親人來看她 突然性格太變 躺著睡在床上 你們做甚麼 為何這間房間這麼貴 為何這間房間這麼貴 其實這間房間是不貴的 她強硬說貴 然後說為何你通知誰 罵她身邊的人 那個人心想我沒有通知過任何人 你做甚麼來 突然之間很反常 醫生說又是做完手術之後 會有這些後遺症 會有 所以大家又不用害怕 所以你說 只是遇見 她三個月前的交通意外 拓賴 人沒事 三個月後才來找你 我實在想把這個故事告訴大家 想大家很小心 你未必一定是這種交通意外 希望你不會有 但你有時一個不貴 即是你的頭 即是你的車坐一坐 其實也是 那種無情 我們經常說的無情 後面撞一撞 追撞一撞 這些其實你都要 自己要警告 我想說 我希望健康反應觀眾 大家要警告 這些情況 要觀察起碼一段時間 就算你說 我朋友就是感染了 做MRI 做了 沒有事 在香港 回去做又沒有事 忘記了 我繼續如常生活 怎料三個月後才會出事 所以這條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大家要記得 不要以為 這是小事 沒有了 總撞傷 沒事 沒有事 大家要留意 或者你作為親人 你也要留意身邊的長者等等 如果有一些這樣的 就算很輕微 但跟頭有關的意外 或者搓傷頸的意外 大家真的不能掉以輕心 無論如何都要觀察 一旦有些甚麼都覺得不同 先看看醫生 不要開玩笑 這是我這條片 對大家的建議 其實如果一般人 頭部創傷 我們都會考慮幫患者 進行電腦掃描的檢查 電腦掃描 其實是一個很快 很簡單的掃描檢查 可以看到腦內 有沒有任何的瘀血 好了 這個檢查的好處 當然就是快 可能一兩分鐘就已經做完了 對於瘀血也相當敏感 不過有時 腦內的血管 未必那麼容易看得到 所以不能單靠一個電腦掃描 就可以排除 有沒有血管受損 血管受創的問題 所以比較精準一點 可能就需要做一個磁力共振 連帶磁力共振 血管造影 就會看得更加全面 更加清晰 不好處當然就是檢查比較貴 可能做的時間比較長 另一個問題很重要的就是 剛才說了 這些慢性牙磨底積血 就算即時做電腦掃描 可能都不是見到很多瘀血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患者出現一個頭部創傷之後 都會建議要觀察一至兩個月的時間 萬一有任何病徵出現 可能都需要再重複做一次電腦掃描 去看清楚 到底它會不會出現這種慢性牙磨底積血 就算是否有一點 還是要保持著電腦掃描 我們要來做一次電腦掃描 我們要來做一次電腦掃描 我們要來做一次電腦掃描